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第二组我们很谨慎的在第二单月谈了一下通气功能障碍 所以为什么到了内科学时候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在呼吸生理学的时候学了一句话 说由于二氧化碳的扩散系统是氧气的20倍 所以这样一个单纯的换气障碍的患者只会发生逼氧 而不会发生二氧化碳储留 这样一个障碍 然后又谈了一个在呼吸生理学谈了一个所谓的通气障碍 但是一到内科学你发现我们必须有个非常明确的界限 通气功能障碍有两种 阻塞和限制 所以如果第一单月谈了两字叫感染 那么第二单月咱们谈了一个内容叫阻塞和限制 又从可逆不可逆的小气到阻塞 小气到这么一个概念 到一组肺的兼致疾病 我们找了三个代表人物 所以戒指线维化 戒疾病和过敏性肺炎 然后我们找了两个不同办法 从影像学到HRCT再到所谓的BLF 在这个地方咱们建立了一个严格建立了一个科学的概念 T08细胞有两种 CD4和CD8 所以好的同学非常认真 把书一二二读完 读完之后再一问什么都不会 你想我们医生是做什么 医生是诊断和治疗的 我往这一做 今天上午在呼吸里喝门诊 或者在住院部 那么一个患者过来 或简单一聊 在我脑海里边 给他把这个疾病的归类是要非常清晰的 它属于哪一组疾病 什么过的pastature 什么CD4 什么08细胞比例 什么单核巨石细胞比例 单个核细胞 类似于这样一些东西 就慢慢建立了 如果你不在脑子里边学习过程中 具体的去沉淀或者积累一点东西 你只是按部就班的 顺序式的读书 你回头发现到年底 依然什么都不会 所以作为老师最诚恳的讲一句话 我希望我的学生 听课过程中一定记着 你总得有点东西拿得出手 你比如周日周末是吧 回家了妈妈爸爸问你说 孩子这辛苦每天是吧 上次期那么辛苦 跟老师听课读书 你跟爸爸说 你这个星期学了个什么病呀 这个事情不奇怪 so surprised的 那么这样的话 咱们第三单元从谁下手 就是从咱们一开始讲的 顺序进展的一组疾病 你妈妈读呼吸内科 或者作为呼吸内科医生去看 患者总是从中年开始 甚至有人再早一点 慢性支气管炎 咳痰痰 连二三除去其他心肺患 再往前走 在某一天肺功能检查 体检数发现 疫苗率不够七十 吸掉沙丁丸醇 含他们不够七十 COPD升级了 这个分界肺功能检查 就是考点 就是咱们去把握一个疾病 它的进展的速度和程度的 一个经标准 硬指标 没有这个肺功能的指标 来支持的话 我们不能随意给病人订 是慢着 我觉得他应该COPD老师 我咋还觉得你应该被开除 这个意思 然后COPD再往前走 在某一天突然发现 我给病人拍个X写片子 胸片 给病人做个超生 心脏有问题 这里边注意 你实际上还得排除 是高性病部 是惯性病部 对吧 是不是阔性病 是不是年轻时候 就有风质性心脏半膜病 把长期的这些疾病排除完以后 又有肺脏的长期病别的支持 而且病人这个心脏 是以右性的形态和功能改变 为主要表现 超时能看到 三肩膀 肺动靶反流 胸片上能看到 心肩部 圆龙上翘 右性大的一些具体表现 还有肺动靶高压的具体数据支持 那么他就从COPD进一步升级 变成肺性病了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 你要是必须就在心里边 想把COPD和肺性病等同 从科学上讲 是成立的 但是我们又得知道 并不是说肺性病 百分之百的都COPD进展而来 只能说临床绝大多数 肺性病患者 慢性肺炎性脏病 都是COPD 实际上还有少数的 比如说结核病的 甚至肺肩脂病的 当然还有一类 叫做原发性肺动靶压 原发性的 所以甚至我在读硕士期间 读过这样的专业文献 日本一些学者认为 原发肺动靶压 至少和一些化妆品 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我们从化妆品 能发生原发肺动靶压 这样一个更专业的领域上 还不能理解什么东西的话 但作为医学生 染发剂会造成在账 我想这样的结论 你是很明白的 家庭的房间的装修 会造成儿童的畸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 这是不容置疑的 不容置疑的 雾用置疑 不容置疑 应该这样说这个词就比较恰当了 所以慢慢咱们是医者呀 咱们有事没事 就在临床医学上面惦记点东西 要不有时候想一想说我的学生 学习也很认真 下了河之后就疯玩去了 大叫大力 晚上吃鸡 玩得荣耀 就玩得不亦乐乎 再一回来第二天学习 哇塞 一玩把最大学生的东西全忘了 他永远每天都从零开始 所以这叫做只学习不提高 有一种失败就他妈瞎忙 完成无论如何吧 还是那句话 你心里边得有所惦记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刚才这段话是讲了一下 这一组顺序性疾病 到哪一步就能确定它升级了 满肢 COPD 肺性病和肺性病是代常 三度四分 三度四分 把这四字写全 肺性病有两级 代常 时代常 如果咱们从真正专业领域上讲 肺性病不是毛病 肺性病时代常才是问题 上想提前就开始学 肺性病病人因为什么是代常的 几乎只有一个原因 感染 所以我们既然是学习临床学科 那么一个疾病诊断之后就要治疗了 肺性病病人是代常了 心肺功能非常糟糕 怎么办 因为他是感染造成的 那不用问 肯定是给他抗生素 老百姓俗称消炎药 我们是专业医生 我们某种意义上 可以把消炎药在西医角度上理解为 是小技术的糖皮质激素 中医角度理解为 给他喝一个感冒充剂 整一个什么抗病毒颗粒 弄一个苦干充剂 把南根充剂 那叫消炎药 俗称下火药 金银花 莲窍 双黄脸口腹叶 巴拉巴拉巴拉 一个人一说这个下火药 消炎药是吗 黄脸赏青瓦 牛黄赏青瓦 牛黄解毒片 三黄片 也就是这样 在呼吸那刻就过来一看 上火上开嘴 啊 别他姐一点红 没有浓胎 白脊胞一看也不高 没有血相 就是撒头疼 咽喉肿痛 上火了 来 开两包三黄片 回家吃啊 注意学心拉肚子 别拉裤子了 这些手段你就要有 你得有点像医生的那个样子 别人怎么不信任我 老师这个 别人这样是对我表示强烈质疑 因为你 而你除了马上打击打利 你那个感冒都不会跟人说 他能信任你吗 所以我一直认为 在某种意义上讲 医患的这种纠纷 也源自于一定程度上 也源自于我们医生自己的 医学素养不够 这个社会肯定很操担 这没有问题 但是在这个操担的社会里边 你得活下来 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的从毛主席 那个教导的角度上看过去 严于律己 宽一代人 凡事 从自己找一下 当然你碰到这种不讲素质的患者 咱们另外再说 这肯定是有的 我们绝对不能指责医生 我也学医一辈子 我也遇到这种纠结的事情 但是你反回来 你回头看 这里边自己在沟通 在语言用语措辞上 问成过程中 是吧 我们的一些表达 我们的善意 能不能被患者和家属感知到 感受到 所以实际上医生是很强调 非常强调 亲和力的 有点学医的样子 我们是关心患者 病人家属能不能感受到我们这种关爱 这个很重要 再听一下 三度四分 慢肢 COPD 肺心病三度 但肺心病一定要在这强调 有两级 代常和实代常 来 开始考我 肺心病人代常是代常 说 紧静满怒张 怒张 怒 一下写不来了 反正不是努力的努 紧静满怒张 能不能确定是肺心病是代常 但不能 怒张不是毛病 把它擦干净 什么才是问题 干净静脉 一个意思 一个叫反流征 我们教材原来就叫反流征 从第八版书开始就有人写成回流征了 自以为很讲究语言体系 现在叫回流征了 但是你要读使用内科学 应该叫反流征 那么到底应该非流征 回流征反流征 设想一下 什么叫干净脉 反流征 我用手 手掌去轻压患者的肝曲 他的脖子进静脉 会进一步的充盈和弩张 说明 是在干晕血情况下 用手一压 把干血挤压出来 从侠下静脉 因为肺心病 又防又使压力高 中心静脉压高 血压回来之后 不能有效的 通过有心室泵血 把血泵走 他把血 你用手从干血压出来之后 他到了 侠静脉这个地方 他没法通过有心法 与心室到肺里边去 而是逆流而上 等于你医生帮忙 用手把干血压着 从侠下静脉 逆流压到上墙静脉去了 你把血如果压到右心 蹦到肺里边 从左心又走了 这叫回流 所以下墙静脉 上墙静脉 会合以后到余心房 然后到余心室 然后到肺熊化 他走了 现在身上 你拿手一压干去 血去哪里了 逆流而上 去上墙静脉 这他妈怎么能叫回流 你是感情是这样回的 回别人 回隔壁 往大爷家去来 不是老实纠结 教材上 如果我们对一个词都这么不讲究的话 我们让后来者怎么样去学习 你实际上等每个人做到博士毕业以后 一直在科学道路上往前走 你就发现 你越来越在于一个词的理解 反流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反是从哪个反 回流是什么样子 够透吗 你咋不回家去 甘学要回家是回到余心去了 现在回哪里去了 串门去隔壁王大爷家了 隔壁老王 那怎么能要回呀 你就回隔壁家去呀 那叫反 叫反 当然人家非要说反 我应该一压 越压他越来干 你要非这样说的话 那就没办法 就没办法 不管他了 我们在意的是什么呀 实际上 只要诱心或肺脏功能不太好的情况下 你能发现什么 你能发现 紧进门路张是普遍存在的 而干紧进门反流症 只发生在心肺功能失态场的时候 这就是整个学肺心病过程中 一个最核心的知识点所在 设想一下 诊断学和内科学 有没有一个 专门的临床表现 是专属于右兴衰的 有的 就是干击基本反流症养性 它的专属的体征 如果右兴衰是干击基本反流症养性的话 那么左兴衰的专属体征是谁呀 是舒张气的奔马率 周大学就这样学的 一旦到肺心病之后 你突然发现咱们的进度就慢了 节奏就是你巴拉巴拉一直在讲 但是可一直不往前走 为什么 因为肺心病 我最近这段世界在B站上 在带一个节奏就搞一个欺骗乐 讲整段学的系列课程 说打着整段学的幌子 干着内外科学的勾当 什么意思 你想我们这次要打开学肺心病了 学到这以后你就会发现 我们从系列图的肺心批拨 系列图是从这开始入门的 然后到胸片 心肩部圆容上翘 肺动的到棚出 然后到心脏 心电活动的电轴右偏 只要在胸武 威武岛连上 我们现在纠版 那颗全新版的书 包括八年三版书上 只要威武岛连上 富想不比正想不大 威武 就直接定 点着右偏 然后又到 紧急慢怒章 还是干紧急慢反正正阳性 来定是有性功能不好 还是有性功能失态场 第一次有了一个兴衰 和兴衰失态场的概念 带进去咱们的内科 和这段学的基本知识 设想一下 我要判断目前这个肺心病人 新功能如何 叫NY 写的书条就来了 NYHA NY 紐约 心脏病学学会 对心功能分级的判断 三度四分 心功能有四级 心衰有三度 几经版怒章 可以理解为心脏有病 但是心衰没有 NYHA第一级 所以考试要考 我说一个心衰患者 至少应该属于NYHA第一级 至少应该属于第二级 心功能二级相当于心衰一度 三度四分 老师就生气了 说好就没有写心衰 有一二三度老师 我是真傻 还是他妈我装傻 劳力性呼吸困难 一夜间正发性呼吸困难 端坐呼吸 三级 分别对应着 NYHA的二三四 书还没写 你在这背下来 陈云先生 党内的高层人士 东北局的时候 跟着高刚先生 跟着林彪元帅 跟着聂文正元帅 跟着刘亚龙 自令员 空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第一代 空军总司令 跟着他们 陈云先生 一直到陈云元帅 打下上海以后 从东北临时中央 把他调到上海 为什么 上海的资本家们 在干恶事 我们解放军新进城 我们是一批土豹子 我们是农村保卫城市 我们是枪杆在那边出政权 我们是穷人 翻身做主人 资本家欺负 我们不懂经济 在上海囤积粮食 刚刚在战争 上海战役刚刚结束 老百姓们缺一少药 没有粮食吃 国民党反动派 残与 这个罪恶的一些资本家们 就把粮食囤起来 有粮食我不卖 我恶意涨价 物以稀为贵 成云先生 成云同志 就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派 高刚副主席委派 成一元帅邀请 林宴元帅放行 带着五百万船的 五百万弹 小米 杀死上海 一夜贫一无价 谁告你共产党不懂经济 谁他妈告你的 一夜之间 成云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 讲一句话 不为上 不为书 只为实 实事求是 书上没写 你就敢不背 再背一次 N-R-H-A 新功能有四级 但行出来只有三度 三度四分 实际上新功能的概念 心脏功能好不好的概念 是从肺腺病带入的 就不要说肺 不要说肺腺病的肺脏问题了 统壮凶 过轻英 心血比尖小 COPD患者 心脏扣诊的时候 捉解缩小 为什么 过度充气的肺脏 把心脏给 在前面挡住了 肋隔脚变 顿 隔肌下移 到这儿 我们有太多 他的话题要讲 一会儿要讲到 肝脏大不大 不是毛病 扣诊 觉得右侧列列下 能口到肝脏 不是毛病 肝脏痛不痛 才是问题 一到肺心病的时候 整个的内科 外科诊断 在这儿会合了 为什么要拿一个 专门章节来讲肺心病 你们怎么理解的不要紧 听完课之后记住 把肺心病上升到 整个内科学学习 和入门的高度 才OK 肺心病的重要性 和肝影化 它的重要性 在内科系统的构架过程中 恐怕比你想的 要更重要一点 你觉得肺心病 就和支气管 笑话就是这么一个病 我就翻过去了 那实际上内外科 你却很久很久都不入门 昨天我看 B站海的同学 在后面质疑 说老师 你是不是讲错相反了 因为我在B站海 录生理学的时候 给我同学带一个外科解 说你慢慢体会一下 胆囊炎的患者 一定胆结实 你潮生潮 肯定有结实 胆结实的患者 一定没有胆囊炎 所以我回复的时候 你在B站海能看到 我也没客气 说你是大二小朋友吧 他说我大三老师 对了一看 那一脸无知的样子 什么意思 不是骂人啊 一看就还没有 临床医学概念 记住 胆囊炎的名字 叫胆实性胆囊炎 所以再不一次 胆囊炎的一定有胆结实 而胆结实 还有一个外号 叫静止性胆囊结实 胆囊长个结实 根本不是毛病 那谁还没个解释 谁或谁啊 如果也不是体检 单位组织体检 免费体检 你永远不知道 胆囊长的解释 你不难受 我胆囊炎 是不是病人 就莫非市场阳心了 什么咽油腻 忧伤腹疼痛 忧伤肩背部 牵涉痛你的 谁他妈告你的 不难受的人多了去了 对了 90%多的患者 从来没有难受过 直到发生了胆囊炎 这就发现了 所以这种东西 你必须在听课过程建立 它不是读出来的 医学解决传承就在这 所以这样的话 肺心病 我拿这一段话 跟你讲完你就明白 学这个病的重要性 可不是一个肺心病 整个诊断学 心电图 影像学 是吧 心肺体检查 心肺波动向左一位 是吧 心肺波动增强 心肺波动一散 这样的一些话 全从这打开了 记住 诊断不够 肺心病来凑 打开这张课 就像讲这么一句话 诊断不够 肺心病 来凑 就真正入门了 所以这个课 有同学问说 老师适合不适合学说 你猜 而肺心病人 咱们整个内科学完之后发现 是符合咱们学习过程中 最最经典的慢性的二型呼衰 所以这些管哮喘呢 你还记得不 呼茧 呼酸 呼酸和病带酸 和呼酸和病带酸 时代查 重症哮喘 还是哮喘吗 你还记得那个声音还在耳朵边 当然不是了 就是你遭遇到的真正意义上 急性二型呼衰 而肺心病又属于真正意义上 慢性二型呼衰 但是肺心病人如果因为感染加重 就又变成了急性二型呼衰 所以急性慢性 急性它在转换 这样的话 慢慢慢慢对内科学人士就发现 慢性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代肠期的肺心病患者 往往都是呼酸和病带减的 但如果因为感染造成急性加重 就会从呼酸和病带减转变成呼酸和病带酸 藏了哪一个词 酸碱调节的肺脏和肾脏 二者平衡的结果过程中 你现在终于知道了 肺脏快 数十分钟就实现了 教策应该现在160多月 在生理学上 不到170 差不多这个样 我想一想 不对 在172 173 的样子 肾脏调节酸碱 速度慢 至少需要两到三天 所以一个急性感染加重的肺心病患者 逐步在感染加重 肾脏带肠不了 它就呼酸和病带酸的 如果速度慢 足够长 病人已经肺心病好多年了 是让你查一下它的血气 它血液中往往 因为二氧化碳的风压持续增高 65个70个 是75个毫米公 为了去综合这么一个二氧化碳 所以没办法肾脏去调节 它的心根含量也增高 二氧化碳风压增高的患者 它的心根含量往往也增高 这就叫呼酸和病带减 所以肺心病人治疗有个核心思想 轻易不要给别人补减 补好能给别人补出一个 或者说你就怎么补 也能补出一个 一元性的减重毒来 这个概念 要比教材本身的文字更丰富 一定把内科学成 你心里边那个动态的 系统性逻辑性的一个 内科学才有意义 否则就失去意义了 这么个样子 那像二星乎衰 病例生理机制很简单 在于肺脏马高压 长期的一个COP的肺脏病变 世界90后造成肺泡 小气倒闭 甚至肺胸化血管的重构 所以2021年考业专门考 说肺心病人最终 肺脏马高压的原因是什么 重构 肺脏重构 心脏重构 咱们可以给它ACEI 给贝塔组织剂 包括了内脂去扛重构 是肺血管的重构 我们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 你慢慢学外科学发现 心脏外科一个防穴室 缺孩子 要是守护的话 一定要赶在 肺脏马高压之前 肺脏马压增高 肺脏马高压 是肺心病患者 手术一个很大的禁忌症 历史上认为是绝对禁忌症 现在看的话 倒不至于绝对 在麻醉啊 很好的配合下 手术是可以做 但注意 在已经发生肺脏血管重构以后 你确实把防穴室 确实给它修补了 你发现修补的 还不如不补的 修补完之后 因为不再有分流 右性的波数量减少 病人是低阳学生 反而进一步加重 咱们有时候 为什么有时候强调这个 蹲据蹲据 增加呼吸血量 饮症止渴 就这么个意思 什么意思呀 你能改善心脏的缺损 你改善不了肺血管的重构 所以心脏瓦科 有时候是两难的一个抉择 并不是手术一定要好 一定能好 手术是肯定要做的 放到肺脏牙压增高之前 肺血管重构之前 早点下手 越早效果越好 癌细病患者不介意手术太晚 对了 防瘸不严重 但是一个成年人的防瘸有时候 后果也是很糟糕的 很讨厌 这么个样子 所以发生机制实在非常高压 治疗在于抗感染 刚才讲了 严重病发症在于肺性脑病 到了内科就到了肺性病 终于就开始专门讲病发症了 我们如果在听课 听到这一段的时候 记住一句话也好 一说肺性病就肺性脑病 一说肝硬化就肝性脑病 一说肝硬化就上窍到大出血 有一个并发症的概念 一说肝硬化病就是感染 这样的 那么肺性病治疗肯定是要靠感染了 它的最严重的病发症 死于什么情况 死于肺性脑病 而和它对应的呼吸力和另一个病 COPD 它的麻烦是最大炮 自发气胸 自发气胸 这在临床上是普遍存在的 你先有一个整体的思想 这么一个思路 慢慢再往下翻 翻细节 刚才是 咱们是把整个肺性病的全部内容 都通过两张可见 两张可见 把肺性病的内容 全部给它整合了一下 但这样听了之后 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 等于没血 还啥也不会 所以这样咱们分开 详细点往下读 这个内容就属于什么了 就属于诊断了 但是内科学实际上 你能不能这样 简单粗暴的说一句话 内科学相当于诊断 加药理学 能这样说 如果后期妈妈能力强了 以后加上流行病学 就是病因学 患病理发病率 加上病生 发病机制 加上病理 具体的一些 静下或者大体器官所见 再加上免疫学 一些详细的发生机制 还加上最后的大数据调查 预后 你看 咱们这个内科学妈妈 丰满了 所以内外科学不用问 很大一块 甚至一半以上的内容 在于什么 诊断学本身 它的正确怎么样 体征怎么样 症状和体征 就是咱们学诊断学的 两大法宝 如果再加上咱们学诊断学的 手段和技术 叫问证 大爷多大了 你男的女的 年几个孩子 都结婚了没有 离了呀 因为啥离的 家里没钱吧 有钱啊 有钱怎么还能离婚呀 下事不外面有人了 戈壁老王 老李 一上午聊的 一上午这事 忘了梦老大爷怎么来 说大爷 你下午 继续挂个号 再来吧 大爷儿子 把你打死了 所以问证是个继父 既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还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 和语言组织能力 问证 不是让你瞎说 变成了聊天 来一个 这个 这个 什么 这个 都市10 因为上达家的 就偷了只鸡 哎呀 我送一只鸡 别吵架了 哦 不是鸡 是飞鸡 大回鸡 有时候想一想 同学们模拟这个 瓮症教学 不是叫瓮症教 临床瓮症病例 能弄出笑话的 原来我是一直做 应允心理学的教学 这样同学模拟一个 强迫症患者 所以我还记得那伙洛阳小卫同学 有个很大的公司 非常好 刘老师 我这一上午 模拟一个强迫症患者 我怎么都模拟不像 为啥 我说你偷笑吧 因为他妈你不是强迫症患者 听懂我的话了没有 如果你能和一个老师 和一个大夫去聊天 以一个完美的强迫症的方式 去和老师聊天的时候 恭喜你 你就是强迫症患者 说我他就学不像老师 因为你不是 所以你慢慢发现了 好多演员 演一些角色 十阶九雷以后 带着这个角色的代入感 怎么从戏里边也走不出来 不奇怪 仍是能学会得兵的 仍有兵 天之佛 整断学 一 心肺功能带肠气 带肠气 症状上 咳嗽 咳嗽 气喘 活动后心计 呼气困难 它是心功能解退表现 和劳动耐力下降 我怎么到耐力下降了 这里边带了一个词 叫六分钟 步行实验 有这个概念没有 在一个平直楼道里边 主腹患者尽力尽快的行走六分钟 掐一下表 能走150米 还是450米 还是450米以上 150 450 450以上 450以上 说明心肺功能不错 150到450之间 走到300米 走到250米 这是心肺功能一般 中等度的一个 心肺功能障碍 如果六分钟走不到150米 这就还得五月 别出去了 轻中重 450以上 轻 450 150之间 中 这中间是中度的 走的都不够 150米 中 对了 走到越短说明越不好 劳动耐力下降 不能测出来 这就是著名的心肺功能检查 六分钟步行实验 这个内容有时候是写在可信兵的 但实际上你注意 这六分钟步行实验 不局限于是测肺功能还是新功能 是测的心肺功能 对了 两个同时都是用它 症状 为什么会有科塑科弹气缩的 这都是典型的一个什么呀 COPD表现吧 还有白毯 科塑科弹 满支COPD一个典型表现 年夜蜂蜜增多 体征上可就具有极高的基础含量了 肺性别的体征 是我们真正切入内科学 一个逾越不了的关口 你要觉得这个地方随便一背就过了 你还就真过了 记住 内科登堂入室是从这开始 往下慢慢读 可有不同程度的发肝和飞气中正向 肺脏有问题 引起心脏问题 肺气中没有毛病了 同胀性过轻这些话题 不能说发肝 别人长期缺氧 让它处留 发肝 缺氧呗 心意遥远 哪来的 刚才说了 因为肺脏过度充气 肺气中 过度充气的肺液从心包前方 把心脏给挡住了 听的是要听的 别人往前亲一亲 听了气 隔着胸臂直接挨住心脏了 你这个隔着胸臂挨的是谁 也是肺脏 心婴被气给挡住了 心婴遥远 是想一想 心婴遥远 在COPD肺气病能看见 在哪里也能看见 心脏肌液 心脏肌液病人为什么心婴遥远 心脏心婴被水给挡住了 肺气病 COPD是被气给挡住心婴遥远 皮尔达约A2 结果讲课时候因为我讲这个词 这几年国家也偷懒了 把它抑制十年以来 在这块作为唯一考点 阿里瓦 为什么 一旦我要被称皮尔抗净 就没问题了 要被皮尔达约A2 我就死定了 我小时候学过算术 不管皮尔抗净 还是A2减弱 都可以发生皮尔大约A2 所以到这儿一定要听一句话 皮尔大约A2不是毛病 皮尔抗净 抗净 才是问题 肺心病患者体格检查 A皮尔抗净 B皮尔大约A2单选 一定 皮尔抗净 为什么 这样听 由于皮尔抗净 所以 皮尔大约A2 就像 病毒系心肌炎一样 由于A2减弱 所以皮尔大约A2 再说一遍 皮尔大约A2不是毛病 皮尔抗净 才是问题 好多人听到这儿 你要注意啊 你要来反思一下 为什么你学的不靠谱 不到位 你老觉得你背完了 其实你这是完蛋了 什么也没背 从青少年 到成年人 到老年人 越来 A2越大约P2 小朋友应该是P2 大约A2 因为你知道 先天出生之前 人都是防缺 都是防缺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肺脏 在妈妈肚子里边 喝的是氧水 呼吸的是氧水 所以他不能呼吸 这个时候 期待血过来之后呀 他是通过防阶阁 这个缺损 作为性质连通的 这样一个 胸怀的特征 出生之后 第一声啼哭 两边的肺脏压力改变 周围胸怀压力改变之后 把两层膜贴上去 把周围性房给分开 这个时候如果分得不利索 就叫防缺 所以这时候分得不利索 伴随着人慢慢的 再往前涨个三两个月呀 慢慢的肺胸怀压力越来越低 体肺压力越来越高 推了它去 长得越来越结实了 如果过了几个月 活了半年之后 这个新生儿 还没有长结实 那就叫先行病 防缺的患者了 所以刚刚出生的 防缺有点缺损 不是毛病 我们一致啊 一个过程学过去 伴随着从婴幼儿 是吧 到儿童 到这个青少年 往后慢慢长 妈妈的老年人血压越来越高 所以逐步逐步 从P2打于A2 变成P2等于A2 中年人P2等于A2 到老年人应该是A2打于P2 一个老年人身上 如果P2打于A2 不可以 A2打于P2很正常 它是这样 咱们毛活走 嗯 P2扛进 三接半去 可以听到数据杂音 三接半 关闭不全 或剑图像 心脏波动增强 这里边世界上 特别是剑图像 心脏波动增强 去强烈提示咱们 右心肥厚 右心肥大 右心大 所以到这个地方 还没有晚 体会一下 剑图像 心脏波动增强 是一条 我们到这 我把黑把擦干净 我们是不是可以 这样说句话 右心肥大 或者右心是肥厚 这个地方用肥大 比较恰当 我一会再解释 到了肥心病之后 就讲完一本正断学了 一下走不了 我到这儿 要准备讲几天了 我也不知道就犯可见了 这个地方也个叫肥大 我在这儿先解释一个东西 哪一个 学完病理解剖学 病理学以后 你知道 长期的心脏负荷改变 这就正断学和内科学和生理学 全不联系了啊 你还记得 什么叫心脏前后负荷 前负荷 一叫做容量负荷 简单说 胜利学上去讲 作使舒张抹气溶解 就是回心血量 后负荷 一叫做压力负荷 简单理解 简单理解 就是人体的动脉血压高低 那么心肝病理学对应起来看一下 心脏在长期的负荷改变情况下 它的结构是会发生重构的 前负荷大的患者呀 心脏心腔会发生离心扩张 离心的一个扩张 使命变薄 心脏变大 后负荷 比如高血压的病人 左心是会变得 心腔变小 使命变厚 叫向心肥厚 所以实际上 扩大和肥厚 不是毛病 谁才是问题 是离心还是向心 早期就这样 甚至有人一辈子 就学了这么个东西 入门了 没入门 到哪个地方才入门呢 慢慢再往下学习 发现实际上 在病理和内外科学 包括证据学上谈到的 向心肥厚离心扩张 这两个专业术语 向心肥厚离心扩张 只属于谁 注意 只属于左心史 不是左心 是左心史 一个史字没有背 我就真摆瞎了 慢慢往下读脏的中段 和内外科学发现 实际上除左心史以外 飞行兵是右心史了 右史 右防 左防 这三个枪 它的前后复合 连在一起 我举个例子 比如二戒八峡 二峡 最常见的一个半毛兵 出口堵住以后 左心房的血 也不能获得左心史去 这本来是一个出口堵住 是一个后复合大的兵 因为后复合增大 左心房的血 也回不去 那么血就冲在左心房里 所以后复合增大 同时 前复合也增大了 因为前复合都大 为了把这个血 能够奔回左心史去 左心房需要加强收缩 所以往后面 咱们学心血管内科 发现二峡病人 自带第四心阴的 左防受缩力增强 第四心阴是 受缩力增强造成的 后复合大 受缩力大 所以它会肥厚 但是血在左心房 变得走不了 前复合也大 它以后理性扩张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最后背了个结论 二峡患者 左防 右始 大 肥厚还是扩张 肥厚同时加扩张 所以这样的话 心腔略微增大的过程中 防臂石壁 还冷时没变薄 还变厚了 肥心面的右心室也是这样 所以说右心 肥厚还不恰到 简单说 右心室肥大 要比肥厚 就更准确了 对了 心腔没有变小 心腔变大 造成三截棒 肥动棒下对管比不全的 特别是三截棒 肥动棒石和肥动棒扩张有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右心肥大以后 实际上这主要指的是 右心室肥大 刚才开了一个词说 箭头下 心脏不能增强 没有毛病 邪格的不要动它 我们这儿科技擦干净 起个名字 实际上我们想说一句话 说右心室 右心大 它的体征 咱们起个名字吧 叫三连针 不一定权 不一定权 但是总比一个强多了 体会一下 一 心肌波动 向左一位 心肌波动 向左一位 二 箭头下心脏不能增强 这里边藏着故事的 一会再说 这里边还有故事的 一个story story 第三个 心前驱 心肌波动 弥赛 就一个心肌波动 向左一位 约本是很简单一个知识 结果愣在网上 被我的学生给怼了 说老师你说错了 右心大向右 左心大向左 我打不死你 之后再背下正大学 右心大向左 左心大 知道我说什么了 向左下 这儿还还怼着 我肯定是有很多口误 昨天还有一同学 鼻掌什么 老师你口糊了 因为他有时候讲课 一打堆东西 难免有出石头 吐露一下 但是向左 向左下 还不至于吐露 你瞎给人抬杠 所以一直说一句话 不是我记不住 是我选择 不相信 你说是想法 向左就向左 不是我说 他就是向左的 我还觉得他想上 不行 他向左 背下来 增强这一会再说 心前心肌波动 怎么弥散了 所以我给你画个视义图 看 咱们从病人脚丫子 看过去 心脏你知道 心肌是指向左下前的 平时正常心脏跳动 就是心肌 顶着这个胸臂 有个很圆润 一两个厘米直径 不太到 一个厘米多点直径 在左下乳头上内侧 这个位置 心肌波动 是吧 很整齐 很精致的一个 小心肌波动 跳跳跳 一旦右心室大了以后 你从病人脚丫子那看 这是正常的心肌步 白色小点 心肌波动 跳跳 心肌波动 一旦右心室大了以后 你注意在空间上看 我拿手比划 你从 你看见这个角度 是病人脚丫子那边 你看啊 右心大了以后怎么样 心脏会转 你看 会转 从一个笔尖 拇指尖 敲动我的 左手的手掌心 很好 很精干的一个 小心肌波动 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他们我一转 你看 他是拿全背 在拍我的 左手手掌心 这一拍 胸臂上看出来 就不是一个尖在波动 是一大片都在拍 这是心脏 从你这个角度上看 转了圈以后 用右心室的石壁 拍击心脏 不再是一个尖拍 而变成一个全面 在拍 弥散 弥散 就是心脏发生 顺 从你那看 是不是顺忠相 从你那看 顺忠相 顺 10点 11点 12点 1点 不正点 13点 14点 15点 是不是这样的 顺忠相转位 这就是顺忠相转位 所以 兄弟上看 心前去心脏波动 心脏波动 弥散了 那么又是大力后 建图下心脏波动 怎么增强呀 你还看不见呀 又是大王哪跑 往下跑 所以这一句话 最大的核心的 学习的点在哪里 从这终于发现 所谓的心脏的隔面 就是下壁 是谁 右 心 是 从这 严格 坚决 毫不犹豫的切入 心电图 能指指向 或者指明 心脏下壁的心电图 是哪些导连 背过没有 下壁的 心电图导连 三叉导连 二导 三导 A被F 这三个端子心电图变化 就反映什么 心脏 下壁的病 病变 心梗的心电图定位 就这样定的 谁搞你肥心病是呼吸内科的事 肥心病是整个内边科架证端的事 在这我再强调一次 证端学不够 肥心病来凑 打着肺心病的幌子 干着诊断学的够大 yes 这没有问题 诱心肥大的 或者诱使肥大的三连针 一 心肌尔波动向左移位 二 吸气时 剑图下心肌尔波动增强 三 心前驱 心肌尔波动 弥赛 信息掉 但长期的时候 体征上 可以有紧静脉的怒章 但没有反流症或灰流症阳性 灰流是阴性的 肝尖可以下移 但肝脏处症 不痛 不疼 为什么 给你画示意图 正常隔肌是向上穷龙的一个 这么个样子 有肺脏 中间有心脏 是吧 心脏 两侧肺脏 这下面就是肝脏了 你知道飞气冷同胀胸 隔肌下移 在隔肌下移的过程中 隔肌把肝脏推到这个位置去了 虽然拿手一摸能摸到肝脏 但注意这肝脏本身没毛病 只是解剖位置往下跑了 能摸到 因为肝脏没毛病 所以它不疼 一旦病人 有心衰 体肤还瘀血 肝脏血也不能回流 肝瘀血 世界久了以后 瘀血性肝瘀化 槟榔杆 这些情况下 肝脏里边确是血 把肝脏那层背膜撑得紧紧的 肝脐会胀痛 拿手一碰个 它疼 随着听一句话 肝脏大不大不是毛病 是你摸到了 我这个意思是语言这样组的 是想一下 在带长期的时候 肝脏下移 能摸到不能 大不大 不大 你摸到你以为大 其实你再看 你拿手扣诊一下看看 上下节都下移了 没大我咋摸着了老师 你把桌子往下推了一步 桌子没变大 桌子位置给跑了 对了 它只是位置改变 但是你摸到了 你老以为它大 所以我们语言上改变一下 大不大不是毛病 就摸到大了 其实它不大 痛不痛才是问题 怒章不是毛病 反流才是麻烦 带长期可以怒章的 但是不会反正阳性 看到脖子粗 让别人把腿拳起来 我们站到别人右侧 轻轻压干去 看看脖子这 会不会更充盈 没有没有就是带长期 有就是带长 到了飞行病第一次 我们严格介入一个词 带长期和是带长期 所以我们从曼芝 到COP到飞行病 讲了一个 严格讲了一句话 三度 四分 就这么一个概念 接着咱们往下看 咱们熟悉 那么一个字 咱们 tapped